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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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妈妈 喜到妈了 小朋友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妈妈 你怎么还哭了呀 小朋友你别哭呀 你爸爸妈妈呢 妈妈男产死了 啊 原来你也没有妈妈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你胳膊上的伤势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是 是后妈 他怎么下得去手啊 你爸爸呢 他怎么不保护你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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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一定也是个怕老婆的软蛋 妈妈 你当我妈妈好不好 好好好 你先别哭 阿姨带你去找爸爸啊 那不是小王爷吗 不能这样叫他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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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我们回去吧 快跟我们回去吧 妈妈 他们是后妈派来的打手 我不走 你们谁也别想带走他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阻止我们办事啊 就是 你俩长得跟二维码似的 我扫一下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个村姑 你敢骂我 两个废物 别怕啊 有我在 他们带不走 看你还有几分姿色嘛 倒不如陪我们兄弟玩玩 我看你还有几分姿色嘛 倒不如陪我们兄弟玩玩 他是谁啊 好厉害的伸手啊 龙宝贝 没想到龙宫里静女如此败来的 全都跟我过去海里 滚 谢谢你啊 萍水相逢 拔刀相助 爸 爸爸 软蛋男 你说谁软 你这个女人怎么见谁都骂 这个软蛋 打架挺厉害啊 在家怎么做速度物贵啊 物贵物贵 这个是我爸爸真龙 他装得好可怜啊 不仅被侯妈骗财 还被骗色 早地出门 今生出户 无家可归了 我 妈妈 你就收留我们这对悲惨的父子吧 你叫谁妈妈呢 你哪来的侯妈 瞎编什么呢 父王 那还不是为了帮你找老婆嘛 你这么大人了 为什么还要我替你操心这些事啊 他俩在打什么手语啊 谁要你替我找老婆 快跟我回去 我不走 刚刚我为了救我妈妈 已经把我的龙珠给她了 你把龙珠给她了 你知不知道你年纪还小 法力不高 没了龙珠你根本回不了龙宫 没关系 我正好可以留下来陪妈妈 父王 你喝死得早 我真的好想有个妈妈呀 你就成全我吧 一个被骗财骗色 净身处 一个被后妈虐的遍铁鳞伤 好惨 妈妈 人间百年 也不过龙宫几个月 就让小月开心开心吧 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珍龙 我叫潘迪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真龙 这就是我开的仙壶饭庄 姐 你来了 这是谁啊 还挺帅的 对了倩倩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真龙 以后在厨房帮忙 真龙 这位是饭庄的领班 也是我的好姐妹 谷芊月 这是厨师长 阿周 倩倩 你给我来一下 走 倩倩 我看你特别喜欢这条丝巾 我今天路过 就买了给你 湖边风大 小心着凉 谢谢姐 那我先去忙了 那我先去忙了 哼 假惺惺 送我一条破丝巾 就是认准了 我不配用好的事 韩迪 你这个满身鱼腥味的村妇 拿什么跟我 你干嘛 龙哥 我看你太热了 给你擦擦汗 给你擦擦汗 外面还有很多桌子没擦 你去擦桌子吧 龙哥 我看你太辛苦了 帮你捏一下 你指甲这么长 不要碰到我 我是不会滑到你的 你身上什么味 怎么这么臭 你不喜欢我的香水味吗 我爸爸的身体 只有我妈妈才能碰 你就别打歪主意了 外面还有很多桌子没有擦 你先去外面擦桌子吧 哼 潘迪 什么好事都让你看上 我好歹一个大学生啊 你连大学都没比 真龙这么好的男人 怎么偏偏看上你了 我到底哪里比不过你 哼 先找你弟弟样十万块钱的 等着瞧吧 彩礼 我女朋友说了 想结婚就得拿十万块钱的彩礼 最好吧 让那扫把星 还十万块钱吗 对对对 弟弟结婚姐姐出钱 那天经地义嘛 他呀就是他妈的克星 是我们全家人的克星 让他今天就过去 看我多么多爱 像不想把我冲坏 阿迪 你现在马上 赶紧过来收拾东西 搬走 瞧我这记性 是该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怎么了 您 跟我走 你得要结婚 就把这间房子等出来 你拿了东西搬出去 哼 她 她如果娶不上媳妇 那我潘家就绝后了 潘大强 我可也是你亲生的 你生个儿子 姓潘吗 不能吧 他管个屁用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离谱 我 我 你干嘛 嗯 我的家室 我自己来 哼 还有啊 你要给十万的彩礼再走 十万块是吧 手机给我 我转你 你干什么啊 妈 你看呢 你儿子的手机是我买 我想扔就扔怎么 这房子都是我买的 这房子在我名下 你拿不走 这电饭锅 这洗衣机 也都是我买的 嘿 你怎么着 你要拆我的家 谢谢小哥 前一会儿找你们 我们走 等等 把你这件垃圾带走 你妈就是因为生你才难产死呢 你妈 你就是你妈的克星 也是我们全家的克星 哎 哎呦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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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 今天真是怪事啊 这电脑我上个月刚给你买的 发了我一万 你想干嘛 我的电脑 你再也别回来了 电脑 妈 你给我 我的电脑 你把电脑给隔壁那个小女孩 不心疼吗 他爸爸妈妈都是残疾 没什么钱 电脑的话学习刚好用得上 谢谢你啊 嗨 我又没干什么 哦 对了 我已经离婚了 家世清白 但是 一穷二白 没事了 你看我部业大学没毕业 还是开上饭店 当上老板娘了 啊 以后你是我老公了 我罩着你啊 所以你答应了 嗯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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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这钱 你拿着 儿媳妇儿 儿媳妇儿就回来了 你接够婚 啊 儿媳妇儿也回来了 你接过婚 啊 我跟你说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我不在意这个 我不是个可怜人 他儿子出海打鱼 再也没回来过 所以就思念成绩 我每次见他都会给他一点钱 时间久了 他就以为我是他儿媳妇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好了 今天已经给过了 细水潮流 下次再来看婆婆吧 又没中 看来今天的运气是用完了 你还不够幸运呀 五月还捡到一个老公 一个儿子 但是吧 离异又带娃 你是怎么打算的啊 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吧 所以特别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觉得蒸笼就很好呀 对小鱼二好 男友利又爆棚 不就是穷嘛 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夫妻同心 齐力断尖 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可是 你真的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吗 龙王 你真要和那个凡女结婚 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龙他是人 你们人龙有别身份悬属 你能活几千年 而他只能活不到百年 万一被他发现了你不是人呢 你才不是人 你是怕我暴露身份是不是 如果被他知道了你是龙王 那不得把他吓死 老婆 喂老婆 赶紧过了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啊 我该怎么和他解释这一切 会不会有人跟他说了什么 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不应该是这个反应 我抓了 我打牌了 我已经听小鱼说了 这坑爹的玩意儿 果然是他 你以前是吃晚饭的呀 啊 小鱼刚刚跟我说 你以前是米其林大厨 女粉无数 只不过后来为了他 入赘了前妻的家族 吃上了软饭 小鱼你可真能变 对对对对 但我不软 说正事 我要租个大点的房子 现在有了小鱼啊 我想给他好一点的环境 房子我找好了 虽然租金有点贵 你不用担心 我想好了 我妈留给我的手镯卖点 先敲三个月的房租 剩下的以后再说 谢家 立刻把叶明珠给我拿过来 我 你真是我的天降紫卫星 这么好的别墅 今天居然愿意地板架做给我 说出去都没人信 你老婆怪好骗子咧 太太 恭喜恭喜啊 真是天降大礼啊 租房子还能抽奖 是啊 大奖还送车 对啊 偏偏还是我装奖 这不是嘛 哈 你真运气 绝了 那就不妨碍先生和太太了 先告辞了 嗯 没想到 你还怪虫老婆的 本王做事 还需要你教 老板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 我一定给你好好办妥 不是 从前的我没感受过家的温暖 遇到什么事都是一个人面对 但自从专龙和小月儿出现在我的生活以后 一切都变得好了起来 好像有了依靠 有了牵挂 我想 这就是家的感觉吧 你姐都搬到西山大别墅去了 怎么可能连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 什么 她还有钱住别墅 爸 真龙 篱笆坏了 帮我拿下工具 怎么了 你去旁边 我来吧 这么点小事 应该难不倒本龙啊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班杂太着急没有药箱 没关系 你的手 问题不大啊 那么晚了 她来这里干什么 哇 神才可以啊 洗澡怎么样背着我来湖里洗啊 好看吗 好看吗 我们明天就去领装吧 妈妈 今天我终于结婚了 希望你可以保佑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 阿姨 你 你果然在这儿 好啊 有钱住别墅没钱给你弟弟结婚 拿身费 拿身费去财里来 这么着急要钱 把你儿子卖了呀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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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下花吗这个 呦 大强 这是你们潘迪也要结婚呢 是啊三姑 你也结婚 玫瑰母娶 那是我闺女 你表妹娜娜 嫁给隔壁镇上的首富吗 我 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的先生 二十头猪 这这这这这这这 我家姑爷大手一挥 一张支票就是一百万 要给我们潘家村新修一座桥 这不 连组长今天都来了 都要亲自拜祖宗呢 那 你们拜祖宗吧 我就拜拜了 没规矩 阿弟 就算你嫁不好 也应该通知祠堂医生啊 我们也好请你看看八字 大可不必 阿弟 你转什么转 你从小自以为比娜娜强 你老公给了多少彩礼 说出来下下无名 一分钱没给 一分 混账结婚哪有不给彩礼的道理 简直坏了我们潘氏一族的规矩 我是嫁人 我是买身 彩礼我一分没有 一分不要啊 我看他是一分不给 哎呀大强了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怎么生了这个赔钱货 你们看清楚了 我已经结婚了 不要脸 陪着我连婚都结了 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你累给你撕 你干什么你放开 住手 你累给你撕 你干什么你放开 住手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刚刚你们是谁欺负的他 你这么大声干嘛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连仙人湖集团的谢总都让我三分 你还敢跟我撒影 哼 他说的是谢将 你想打我 组长 组长 不好了 我刚刚说到新闻 看到有个人犯子流添到了附近 监控突然拍下来那个人犯子的背影 如果发现身高一米八八操外地口音的可疑蛮子 请日记向当地警方报告 你多高 一米八八 他说话 是不是外地口音 对啊 听着不像本地人 好呀 千挑万选 选了个人犯子 你是人犯子 你是人犯子 我 别说了 我相信你 谢将 命你三分钟之内速来祠堂 你们六个人凑不出一个脑子吧 听一张照片就敢说我老公是人犯子 死丫子 嘴变你 嘴变你 只要你拿出十万的彩礼 不还你嫁给谁啊 否则 你没有什么好日子顾 你们在干嘛 谢总 他就是 新湖集团的谢总 你说谢总 会不会是因为听说我们要结婚 特地来给我喝喜的 主强 快报警 把这个人犯子给抓起来 刀着谢总的面 把我潘家的脸都丢光了 哎呀 丢死人了你 哎 哎 老公 老公 怎么了 这一剑鬼怎么抽筋了呢 这死孩子 谢总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都没有出门远赢 这是罪果 龙总 陈先生 谢总 你认识他 他不是人犯子 小心你的舌头 告诉你们 这个 可是世界知名的米其林大厨 陈龙 陈先生 仙虎集团总裁的好网友 仙虎集团特聘的美食顾问 不就是个做饭的吗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老公算个什么东西 这位贞先生 在我们仙虎集团的地里 除了总裁 那是无人能情 更是远在我之上 你老公 就算个屁 你 你真那么厉害 草顶山啊 嗯 陈先生 我这次来 是特立代表仙虎集团总裁 恭贺您新婚之喜的 总裁说了 这一千万的私人游艇 一个亿的飞机 五个亿的海湾别墅 只要你喜欢 都不在话下 你别说我 老婆 你想要什么 哎呀 男主外女主内 你决定才好了 刚才这些 我全部都不要 刚才这些 我全部都不要 我能娶到我老婆 已经是得到我的无价之宝了 啊 早知道我来挑了 我 代表仙虎集团 出资五百万 给夫人 在潘家村 绣一座新桥 五百万 好啊 好啊 夫人 您一下都 好啊 绣吧 好的 郑夫人 五百万 立马到账 到账了 潘家 谢谢 谢谢 这有什么对不起 我老公不是还出了一百万 原来你就是那个开养猪厂的诈骗犯啊 你说谁诈骗犯呢 你欠了仙虎集团两百万 还想拿养猪厂抵债 什么时候还 你欠了两百万 出钱啊 啊 还有 你伪造仙虎集团的支票一百万 拿来给祠堂修桥 仙虎集团的律师已经报警了 什么 支票是你伪造的 还有 你拿你老婆的名义 借的那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还伪造仙虎集团员工的身份做了担保 仙虎集团的律师也已经起诉你了 什么 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的彩礼 是你借的 你 我建议你们都去查一下 他名下的豪宅 鱼塘 朱 是不是都拿你们的名义借的钱去买的 郑先生 我求求你 你跟总裁关系那么好 你帮我求求请 求求请好不好 求求求你饶我一趟命 这下你说我能不能打你 求求请求请好不好 求求求你饶我一趟命 这下你说我能不能打你 能能能打得好 打得好 那你还不快滚 好好好 我马上滚 马上滚 妈 这混我不结了 你可不长眼的臭丫头 还守不 我呸 你看你找的什么蠢猪 这不是你说他对弟弟好 非要让我嫁给他吗 现在你怪情我来了 臭丫头 我让你盯嘴 盯嘴 你老公既然那么有钱 那你就拿出一百万来 给你弟弟结婚 这都几点了 白人梦还没醒呢 朕先生乐善好施 还会在乎那区区一百万吗 你们家叛迪捐了五百万修桥 简直是光纵耀祖 要不是你们平时虐待叛迪 会有这个下场 活该 队长 你们还不给我滚 你们是不是不想在镇上待下去了 你好自为之 你们都给我等着 我饶不了你们 喂 你刚才叫我什么 老婆呀 怎么了 没事 我爱听 你多叫几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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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叫我什么 老公 老婆 那 那先那先睡了 那你睡 你别担心 我跟小鱼睡一间房 不行 不可以 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怎么还能跟大人睡一间房呢 爸爸妈妈 我请你们成熟一点 不要老是想着跟我蹭一间房 我困了 我先去睡觉去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那我们 怎么了 我 我怕黑 你陪陪我吧 嗯 好 当个小孩 可真累啊 睡着了 听蟹匠说 岸上的男士都讲究绅士 听戏师说 现在的好男人都是云木戈的 除非女子愿意 否则不能乱来 遇到喜欢的 一定要主动出击 还好听了她的话 否则我就犯错了 不主动出击 还会以为你不喜欢她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信号 该死蟹匠不在 也不能问问她 怎么还不够主动呢 细士说 看男人心不心动 听听她的心就知道了 老公 你的心跳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好像 比别人慢了一半 什么 我 我听听你的 老师龙 老师龙 他是人 将来我们生的会是什么 小龙龙 我 我上个厕所 不是吧 都这个节骨眼了 难道他 真的不行 难道他宁愿自己来 也不愿意碰我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 你 这么快啊 老婆你怎么在这儿 我肚子饿了 想吃宵夜 那我下面给你吃 下面 给我吃 阿忠 你帮忙传下菜吧 我 上菜 老板娘 我是厨师长 今天不是忙不过来吗 现在有正龙做主厨 你就帮下忙 蠢货 十万块彩礼钱到现在都搞不定 没钱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宝贝你听我说了呀 看来 这个冤大头是指望不上了 潘迪 你不就比我多家饭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是没了饭店 我看真龙会选谁 哎呀 钟哥 我真替你感到不止 你说潘迪刚开饭店那会儿 要不是你在厨房忙前忙后的 他能有这样的生意吗 现在倒好 有了新男人就想把你一脚踢开 还让你去当服务员端茶送水的 连我都看不下去 我有什么办法吗 谁叫他稀罕那个二棍呢 钟哥 这你就误会了 其实潘姐之前跟我说过 他是喜欢你的 喜欢我 其实潘姐之前跟我说过 他是喜欢你的 他那是爱而不得 所以退求其次 找了个二手混男人 还带个脱油瓶 就是为了气 他嘛 人长得一般 全身一股子鱼腥味 能喜欢他 那当然是配不上你的啦 但是钟哥 咱们不也得看点实际的吗 那到时候你们俩要是真在一块了 这饭店不就是你们的夫妻店了吗 他不得一脚把那个二婚男踢开 别犹豫了 女人嘛 就是喜欢霸气的 你就应该给他个下马威 让他知道知道 你们男人的威风 哦 威风 嘿嘿 好 阿忠 今天你负责中餐 中龙负责西餐 你们分光配合 这鱼香肉丝怎么回事啊 一根肉丝都没有 黑店 没肉丝 要不要给你挑一根出来啊 你什么态度 本店就这态度 你爱吃不吃不吃走 你老板呢 叫你们老板出来 阿忠 跟客人道歉 想我道歉啊 想的没 来来来 大家评评理啊 这家店的老板有多黑心啊 这几天生意那么好啊 一分钱加班费不给 还不给涨工资 不涨工资就这态度 阿忠 你也是老员工了 店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 前几个月都是亏损的 也就这个月才刚刚有点起走 对嘛 你也说了 现在生意好了呀 那给我们加工资呀 好呀 加工资是吧 其他人这个月 每人加五百 就你 一毛钱不加 好 你说的啊 我 不干 我看你上哪儿去找一个 像我这样的中餐师 这家店的客户 都是吃惯了我的手艺 我走了 我看你还怎么开门 姐 店里人手确实不够 要不就给他 好呀 这还差不多 我是说 好呀 不想干了是吧 求之不得 我立马给你结清工资 你给我滚蛋 你 安迪 我是知道了 你喜欢我 就因为我平时 没有正眼看你 所以心里特别不痛快 所以你找了一个二婚男 带了个拖油瓶 故意来气我 对不对 这样 只要你肯向我道歉 再把那个二婚男赶走 我就勉勉强强 娶你 天哪 你是怎么可以 如此普通又如此自信的 我是哪里想不开会看上你啊 潘迪你别不知好歹啊 我愿意娶你 你就偷着乐吧 懒得的你废话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说 还在说 来 大家伙平平理啊 我一个大小伙子 没写过婚 跟那个二婚男比起来 是不是强上一百倍啊 这个正常人都会选我吧 闭上你的狗嘴 我倒要看看谁会选你 哇 好帅啊这是 真是我的一表人才啊 这老公这么帅 谁会选那个赖蛤蟆啊 在场呢 你们都选谁啊 啊 啊 你们统统都瞎了眼了 我可是我们镇上第一大所 镇长是我表舅 我给他做过菜呢 他能跟我比 比什么呀 舅舅 您来了 镇长 谁欺负你啊 就是他安迪 找了个新厨师 就要把我踢了 还要把我开除 给我做主啊 安迪 你真的有新厨师 不错 就是 看我舅的 怎么收拾你 啊 镇先生 你好啊 不是 是 镇先生 过两天是我们市里 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先生的八十大寿 我听说你是米其林大厨 还为外国总统做过饭 所以啊 想请你为老先生 做一席寿宴 不是 舅舅 你找他干什么 他做的菜 花里胡哨 中看不中用 还是我来帮你做吧 上个月我表哥 他结婚的那个喜宴 就是我做的 他还怕我做得好呢 你还敢说 你做的酒席 又油又腻 很多客人都说 吃了拉肚子 又不是看在你母亲的面上 我早让你赔钱了 你知道镇先生 什么身份吗 你来做 你要害我丢脸吗 舅舅 镇长 能为您的朋友做饭 是我的荣幸 只不过这个人吧 舅舅 不争气的东西 还不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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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滚哪 滚 你们 你给我等着 走人瞧 启 气人太甚 忠哥 这口气 我们绝对不能咽 我能有什么办了 就连我那老不死的表舅 都向着他们 忠哥 我心疼你 鱼儿 那个小贱人 他们无情 就别怪我们无意义 总裁 你们怎么来了 仙湖集团是龙公 在岸上的产业 我作为总裁 不能来吗 能能能 总裁 去年仙湖集团 一共赚了一百亿 虽然钱不多 但应该也能完成任务 我决定了 仙湖集团 必须加大对 仙湖旅游小镇的投资 尤其是用于 餐饮的投资和捐资 您是想 给王妃帮衬帮衬吗 我这是公事公办 仙湖二十个亿 招商引流 遵命 不让分公司的 姜总去执行 这次仙湖集团的姜总 可是带着二十亿的 投资来考察 重点是考察 我们的餐厅 据我所知 姜总对于美食 非常的挑剔 如果招待不好 那就是仙湖镇的罪人 谁想来负责 这次接待活动 姐 如果能招待好姜总 对我们饭店 可是大有好处 镇长说了 还会给专项服吃鸡精的 镇长 这次事关重大 就交给我们仙湖饭庄吧 潘老板 你确定想好了 您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好 姐 这个姐姐 我们这儿最好的特产 就是蓝薛龙虾了 我看招待姜总的话 就用龙虾吧 嗯 好 听你的 好好好 姜总 我也尽快 跟我们镇长汇报一下 您的投资计划 告诉你个秘密 姜总他 对龙虾过敏 潘迪 你的好运气 总要勇满 姜总 您这边请 好好好 姜总 镇长 欢迎光临我们仙湖饭庄 我们的大厨 已经在后面 为你们准备 我们的特色菜药了 保证您满意 好 姜总 这鲜湖饭庄的厨师 可是米其林大厨 待会儿 要好好尝尝他们的手艺 这边请 请 姐 人都到齐了 我先去安排上点水果小菜 好 辛苦你了啊 清清 潘迪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四世 你们千万不能做龙虾 你们千万不能做龙虾 为什么 我一个大学同学 在城里做财经记者 他知道我们要招待姜总 特意叮嘱我 姜总对龙虾过敏 千万不能做 以吃要命的 啊 可是我们今天 只准备了龙虾 怎么办 怎么办 镇长和姜总 都不能斗罪的呀 等我一下 这个节骨眼 他怎么走了 谢将 立刻来仙湖饭庄 没办法 只能这样了 我亲自去给镇长和姜总 道歉 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算是让我下跪我也认 只是这个饭店是我的心血 我不能让他到了 好 叔叔伯伯们 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术好不好 这孩子 长得真可爱 好啊 再来一个 小鱼儿 你 好好好 魔术就不用言了 赶紧上菜吧 我们等了那么久 相信姜总 也应该饿了吧 是啊 潘迪 什么时候上菜啊 小鱼儿 你先出去一下 是这样 我 你什么你啊 安老板 你不会是 没做出菜了 龙王 这是姜总的资料 原来如此 限你十分钟之内 送一条红莲仙钻过来 可 他已经绝种了 你让我去哪里找绝种的鱼啊 什么 潘迪 你开什么玩笑啊 姜总都到你饭窗了 人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你竟然是 什么都没做 郑长 这次是我的事务 我道歉 请姜总原谅 原谅 好轻飘飘的一句话 姜总大老远过来考察 我记得是你当初拍着胸脯说 你负责接待 现在一句原谅 想让我们走吗 我告诉你 就算今天你跪在这道歉 我们也不会原谅你 潘迪远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 招待不好啊 那就是仙虎镇的罪啊 我们这儿最好的特产 就是蓝薛龙三王 姜总和龙虾不明 千万不能做 一吃又命的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 就算今天你跪在这道歉 我们也不会原谅你 饭定是我的心血 就算让我下跪 也不能让他倒了 老公 老公 没事 交给我 放心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 请不要干什么 各位 我就是仙虎饭庄的乳厨 今天特地来为各位上菜 不是说没准备吗 这一切都是误会 是因为我迟到了 亨迪以为没有厨师做菜 这件事情 我向各位道歉 现在就由我来为各位呈上 今天最重头的 胡仙亮 那好啊 既然这样 赶紧把菜给放下来吧 是啊 赶紧让我们看看 这个米其林大厨 做了什么美味佳肴 我们会将走看到是龙虾 看你们怎么节省 亨迪 你完蛋了 这是 怎么回事 不可能 怎么从龙虾变成了鱼 不过没关系 红莲仙尊已经绝种 他绝对做不出 到时候 张总一样不会满意 这 这 这真的是 不错 这正是 红莲仙尊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潘迪哪里搞来的鱼 一定是在撒 江总 这红莲仙尊 早已绝种 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那时候 那时候还想 妈妈做好了鱼 都舍不得吃一口 要不是妈妈 以这一线地跟我读书 我不会有今天 我好像想起了妈妈 江总 江总 可是 可是老板说 这种鱼早已经绝种了呀 你告诉我 红莲仙尊 你们这次 哪里不到的这种鱼 您说的没错 红莲仙尊 确实已经绝种 但是由于生态保护 近期 他又出现 相信再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可以规模补了 成为我们仙湖镇的 招牌特色 吸引游客 您对我们仙湖镇的投资 也可以大有回报 老公 你怎么会突然 做起红莲仙尊 还有 你怎么知道 狐狸又有了红莲仙尊 老婆 其实 我有一件事情瞒着你 瞒着我 我们龙宫的万鱼馆 有所有鱼类的标本 立刻去万鱼馆 钓一条红莲仙尊过来 可这不符合 龙宫的规矩 我是龙王 我的规矩 就是规矩 其实我调查过江总 知道他一直在寻找 他之前吃过的 红莲仙尊 那我跟仙湖集团总裁 不是好朋友吗 他就告诉我说 最近湖里又出现了 红莲仙尊 我就让他 给我记了一条 以防你那龙虾 不合他的胃口嘛 真的 你没骗我 没有 我发誓 如果我骗你 好了好了 我信你 夫妻之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我最痛恨别人欺骗我了 你没骗我就好 姐 对不起都怪我 是我提出要做龙虾的 你打我吧 骂我吧 好了 浅浅 不怪你 是我没有提前搜紧好资料 不知道江总对龙虾过敏 你看我可不可爱 想不想 镇长 喂 安迪 不好了 这事呢 什么 江总要收购我们的饭店 还让镇长来当说客 如果我们不答应 就不投资 他肯定是觉得我们饭店有利可图 想把我们一脚踢开 自己赚钱 你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 谢家 明天替我以仙湖集团总裁的名义 与江总见个面 你 你个破烧菜的 也敢来我的饭店撒野 我这一桌菜 顶你一年的工资 知道我们今天请的是谁吗 我们今天请的可是仙湖集团的总裁 来这儿说重要的事 快给我滚出去 把他们几个抽样犯的 从头过温赶出去 谁敢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位 就是仙湖集团的总裁 龙总 龙总 给老子变 一会儿真正的龙总来了 看他不打断你们的狗腿 放肆 谢总 这位真的是龙总啊 我的话 你都不相信吗 不敢不敢不敢 我呢 永远不是泰山 不知道您就是龙总 您就 大人不敌小人公 小狗 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 屎鹏啊 屎鹏啊 我真想把屎鹏子 扣到你脸上 还不快给我滚 等一等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我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还不快滚 江总 好大的派头啊 还想收购我老婆的饭店 可你不要忘了 你拿来投资的钱 还是我们仙湖集团给的 龙总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心 那我们坐下来聊生意吧 安迪 我刚才去市区办事 看到你老公和屎鹏他们 前脚后脚进了莲花大饭店 不会出什么事吧 老公 老婆 我替他喝 你们不要为难我老公 潘老板 你误会了 你的饭店 我们不说够了 真的 不仅不说够 还要大大注资 正好 那我再请江总一杯 喝 好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鹏哥 鹏哥 去你 去 害老子这儿一身骚 鹏哥对不起 给我好好地打 鹏哥 鹏哥饶命啊 鹏哥 凭什么凭什么 什么好事都让他站了 我不甘心 看来 要比过他 我得有一家自己的饭店 钱嘛 就从阿中和冤大头那儿撇 然后再把真龙勾过来 亲爱的 人家想你了 伯伯 我也想死你了 可是你不是说 让我没钱不要找你吗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吗 你姐姐的饭店得到了大投资 每天数钱数到手软 这点钱 还怕他拿不出来吗 好 我马上找他去要钱 不过 我现在的台里涨价 我要 二十万 钟哥 钟哥 你怎么了 还不是那小剑人害的 我一定要教训一下那个小剑人 要不然 我咽不下这口气 钟哥 我已经想到对付那个小剑人的办法了 只要钱一到手 我们立即愿走高飞 真的 你愿意跟我走 钟哥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对你 从来都是一心一意的 真的 真的 你愿意嫁给我 钟哥 你这么帅 这么有男人味 我非你不嫁的 我非你不嫁的 是 还有啊 那哥哥 你就听我安排咯 行 行 对了 钟哥 你那儿不是还有十万块钱存款吗 先放我这里吧 将来要结婚的话 有的是要用钱的地方 这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不不不 愿意 愿意 明天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 宝贝 我都听你的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一拿到钱 立即就要跟我结婚 我再不生个儿子 我爸他要急出心脏病了 急什么 有了钱 立即给你生儿子 姐 真是大白天撞见鬼了 姐 不敢当 去 姐 我知道错了 我今天过来是给你倒洗的 姐 我知道错了 我今天过来是给你倒洗的 倒洗 不需要 你哪来的回哪去 看了就倒洗 你 姐 你消消气 我去给他倒杯水 听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对 你们这开饭店的 总不能不让人喝水吧 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好热 龙哥 那我也给你倒一杯吧 潘迪对我没什么借心 但真浓心细的 你明天偷偷在他的水里下药 他不在 我就有机会下手 先喝点水吧 下药 哼 姐夫 你怎么了 不是我 我 我 我肚子疼 放得屁和嘴巴一样臭 下错药了 不管了 将其究竟 姐 你赶紧让他去厕所吧 臭死了 你快去 别影响我做生意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等我用摄像头拍下你和阿忠的那点破事 你这个坏弟弟 小心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潘迪 你就等着给钱嘛 怎么样 装好了 好 明天我就把潘迪骗到房间里去 然后让阿忠进去拍点刺激的东西 到时候就让你妈来看好戏 然后你就拿视频要挟她 她要是敢不给 就发到网上去 宝贝 你真棒 那我们俩拿到钱以后生几个儿子 我妈妈说了 越多越好 你当我是大母猪啊 那我就是公猪 都听你的 姐 你怎么突然喊我来这里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喝奶茶 顺便给你也买一杯 倩倩 当初你被人骗了钱 流落到我们镇上 我一看到你 就知道你和这里的人不同 你是大学生 文化高 眼光肯定也比我们这里的人高 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可是文化高的人 比较单纯 也容易被骗 姐 我 我被谁骗了呀 我后妈的那个儿子 整天不务正业 好吃懒做 也没上过什么学 一心只想着骗钱 我是怕你被他骗了 姐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呢 那就好 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没别的意思 你心里清楚就好 好高的姿态 装什么装呢 你还敢教育起我来了 你就是认准了 我不配当老板娘呗 走着瞧 走着瞧 姐 我突然想起来 进货单落我房间了 你今天不是要去进货吗 要不 你去拿一下 我这里有点走不开 潘迪 阿忠在房间里等着你 老婆 老婆 潘迪呢 没 没看见 来得正好 让你逐渐再闯 你 我 你没事 你再躲 这个下贱的婆娘 妈妈 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不够奸的 走 去看看 走走走 救命啊 老公 老公 不是我 是他勾引我 你别跑 你别跑 阿仲 你跑什么呀 你当时说清楚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臭婆娘勾引我 跟我说发上个月工资 结果我来了以后 他就把门给反锁了 就开始脱衣服啊 还说什么 早就爱上我了 想让我跟他开心开心 我呸 我真这么恶 哎呦 天哪 不可能呀 姐夫对姐姐这么好 姐姐怎么可能 给姐夫带绿帽子呢 闭上你们的狗嘴 潘迪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你说你都是结婚的人了 你还干这种下流够的 真给我们喷嚼丢脸 是不是 是啊 你怎么也来了 说吧 你想干什么 我 二十万 你现在拿出二十万给我 不然我就把你们的视频 传到网上 二十万 你现在拿出二十万给我 不然我就把你们的视频 传到网上 让向里向心都看看 你们的嘴脸 什么视频 大家快来看呐 监狐大饭店的老板娘偷人了 大白监的就迫不及待 在饭店里大战三百回合呀 被他老公现场捉起 大家快来看呐 潘迪 我觉得你呀 干脆改名叫潘迪连算了 就是 闭嘴 怎么了吗 你昨天藏的摄像机 卡在我手 啊 他怎么知道我藏在哪儿的 不打自章 是你藏的 关你什么事 闭嘴 你们就想通过视频 恶意剪接 发到网上 无险我老婆 你这血口喷人 你有什么证据 就是 你有什么证据 把这个视频放 就知道 这一切是不是你搞的鬼 爸爸 赶紧把谢叔叔叫来 此怪单抓走 好好收拾一下他们 谢叔叔 谢总 难道是史鹏说的 玄虎集团 不不不 那个 我错了我错了 什么不是我干的 是他 是他支持我干的 是他 是他支持我干的 你放屁 姐 你别听他胡说 他自己做坏事不成 就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才胡说呢 你勾引的我 你说我长得帅 让我帮你一起对付潘迪 我还给了你十万块钱呢 姐 你信我 我信你 我早就知道 你在水里下药 我一直把你弄轻 不相信你会害我 我甚至还苦口婆心地劝你 可我没想到 你真的下得了手 没有 我没有 对 是他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他要骗你的二十万 是他逼我的 什么 什么我要二十万 倩倩 这二十万 是我取你的钱呀 哦 原来你就是他女朋友啊 那他手机里面的 冤大头 就是你了 什么 冤大头 不可能 妈不可能 倩倩不是这样的人吗 你们这胡说八道 不可能 你们胡说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 够严我儿子 我这小贱人 我不是冤枉的 我 我是无辜的 吴千玉 你不无辜 你不无辜 吴千玉 你自己 经经这两段录音 明天我就把 潘迪骗到 房间里去 然后让阿忠进去 拍点刺激的东西 忠哥 我已经想到 对付那个 小贱人的办法了 只要钱一到手 我们立即远走高飞 这两段录音 就是证据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怎么会有录音 谢总管 谢总管 属下已经全部都录下来了 请组长 季珍先生办一件事 那的都是假的 是你们 是你们伪造的 都是你们在陷害我 姐 冲 姐 我没 还冲 姐 求求你 别打了 别打了 不装了 这三个巴掌 就当是你欠我的 都还清了 你走吧 你装什么圣母啊 潘迪 说好听见 你把我当姐妹 其实就是把我 当丫鬟使唤 你也配 龙哥 您跟我走吧 你不要相信 她 她就是个满肚子坏水 蛇蝎心肠的女人 潘迪是我老婆 我只爱她一个人 这一辈子一生一世 你滚吧 好 让我滚 好 那我也要把这里砸了 我再滚 小鸢 老婆 老婆 你没事吧 老婆 我不关我事 我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老婆 你没事吧 老婆 我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她不是我干的 欠欠 你去哪儿啊 你要是走了 我就不活了 没有欠欠 我也不活了 儿子 你醒醒啊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医生 我儿怎么了 命是保住了 又是伤到了脑袋 恐怕要成植物人了 好 我这 龙王 请你保佑我儿子 早点康复 龙王现灵了 龙王现灵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龙王 请你饶顾我 医生 我老婆的伤没事吧 没有伤到脑袋 就是会留下疤痕 这种疤痕很难治愈 除非 有奇迹发生 妈妈 都怪我 你才会受伤的 傻孩子 为了你 妈妈就算死也不怕 我不要妈妈死 我不要妈妈 头上留疤 哎呀 留个疤 怎么了 妈妈现在手脚都在 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再说了 妈妈已经有爸爸了 再漂亮有什么用 除非 你爸他嫌弃我 老婆 我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嫌弃你的 谅你也不敢啊 吃饭 我发誓 奇迹啊 真的是奇迹 你的额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疤痕 真的 你没骗我 我骗你干嘛 老公 自从我嫁给了你 怎么感觉我像简里附体啊 运气爆棚 老公 你说我们生个孩子好不好 我不是不喜欢小鱼啊 只是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刚好也能给小鱼做个伴 我不是不喜欢小鱼啊 只是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刚好也能给小鱼做个伴 龙王 龙和人将来生出的孩子是人妖 我去给你做走 谢将 你力气给我把龙宫的骨骑翻个底朝天 查查龙和人生的孩子到底是什么 谢时 你说真龙一直不肯碰我 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了 我一个平时历待生二十几年的孤寡少女 你问我啊 难道她只是想给小鱼儿找一个好妈妈 并不是想要找老婆 会不会是她怕你生了孩子以后 就对小鱼儿不好呀 让你查的事情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龙王 我可是把古迹都翻遍了 这人和龙的孩子 有一半的血缘是人 所以外形和人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也不需要法力来伪装 真的 真的 那我们可以 你小子之前是骗我的 老婆 我知道这几天你辛苦了 来给你包个爸爸粥 趁要吃 老公 你是不是觉得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会虐待小鱼儿 没有啊 那你怎么一直没碰我 没想到 我在你眼里竟然是这样的女人 老婆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去房间等我 我一个东西给你看 我去 制服又祸 行 看 行 体育生喜欢吗 行 行 行 师父用货 船客你好 请借好安全带 我们的航班马上起飞了 喜欢吗 不喜欢 这位病人 需要我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吗 那你好好检查一下 老婆 我们要生一个篮球队 不 生足球队 老婆 快吃早餐吧 好好补补 老婆你不生我的气了 对不起 老公 我之前不该怀疑你的 不 是我的错 让你误会了 你们龙王呢 回南宫小姐 龙王去岸上了 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岸上 你们龙王呢 回南宫小姐 龙王去岸上了 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岸上 南宫小姐 你们龙王就是娶了这家饭店的老板娘啊 可不是吗 他放着你这么好的名门闺秀不娶 看一个烦女在这儿过起了家家 老身都看不下去了 这倒让我很期待了 啊 啊 啊 完了 老龙女和那个嬷嬷怎么来了 就是要穿帮了呀 怎么了 小月 啊 妈 妈妈 我想上厕所 哎 这孩子 父王 不好了 你们好 欢迎光临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那你们是 你好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我们家小姐觉得你家饭店不错 想在这儿定时桌酒席 这不 我定金都带了 哇塞 大声音啊 好说好说 来 快请坐 嗯 请问您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只有一个条件 您说 就是把针鲤鱼和针龙 玩个个 啊 你在说什么啊 你们到底是谁啊 妈妈 她就是我的后妈 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后妈呀 后妈就后妈吧 可这么小的孩子 你都下得了手去虐待她 还有脸找来这里 这里不欢迎 请你们出去 放肆 你怎么跟我家小姐说话呢 我告诉你 她可是南宫集团总裁的妹妹 南宫家的小姐 就凭你 也想跟她去 韩小姐 小孩子说的话你也当真啊 不过就是对她严厉了点 就是我虐待的 其实 我宠她都还来不及呢 我能送她去国外留学 跟着你个开饭店的 能有什么前途 我们小少爷 身份何等尊贵 难道你想让她在这 跟你开一辈子饭店 当个瘦烧菜的 你们想出的钱 真是闲吃萝卜蛋草戏 烧菜怎么了 开饭店又怎么了 如果小妖儿有出息 我就算把这个饭店卖了 也会供她好好念书 用掌影瞎操心 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 你缠着真仙上 不就是为了她的钱吗 这里一箱黄金 潘小姐你要还嫌不够 嗨个价 我给她起 好呀 有钱是吧 那就再来一百万箱吧 一百万箱 你不要不识好歹 你在干什么 那就再来一百万箱吧 一百万箱 你不要不识好歹 你在干什么 龙 我想你了 你没事吧 老婆 没事 她想你了 龙 我请你出去 真龙 你竟然为了她 让我出去 潘迪是我老婆 温柔贤惠 心地也善良 我只爱她一个人 龙王 可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警告你 再不走 别怪我对你们俩很不客气 你 潘小姐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 我下次再会 好走不送 小姐 就这么算了 听说了吗 母王爷在岸上娶了一个开饭店的凡女 那南海那位小龙女可怎么办 她不过是看上我们王爷的地位 你看她对小王爷那么坏 王爷以前是不知道 要是知道早教训她了 太好了 我才不想叫她王妃呢 算了 她一个烦女也配跟我抢 龙某某某 等我当上了王妃 有的是你的好处 老神愿为小姐孝劳 拆散他们 一如樊掌 老神 已经有主意了 小 possession 别怕 你的那个恶毒后妈 已经被我赶走了 妈妈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小语 你身上怎么那么烫 妈妈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小语 小语 医生 医生 别担心 我们来看看 老公 小语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生病 你放心 小语没事的 没事 属下查过了 龙王 小王爷的病 是因为她把龙珠给了王妃 所以失去了法力 身体也会变得这么虚弱 小语 而且 而且什么 你说话快一点行吗 小王爷修行尚浅 强行取出龙珠 不仅会渐渐显出原形 而且寿命也会大大缩写 说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 属下暂时也没有查到什么挽救的办法 一边是小王爷 一边是王妃 属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潘迪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说小语儿身体着凉 引发了止气管炎 所以才会晕倒 没什么大碍 就是小语儿身子比较弱 需要多补充营养 回头我托山里的亲戚抓吃大母鸡来 给咱们小鱼儿好好补补 谢谢你 学师 没事 是他 真是原家路斩啊 你谁啊 潘迪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姐已经怀了真先生的孩子 你识相点 赶紧滚蛋 你怀孕了 潘迪 他说的真先生 该不会是你老公真龙吧 没错 我们家小姐跟真先生 压根就没有离婚 潘迪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你就是一个勾引 勇妇之夫的狐狸 喂 老太婆 你嘴巴放干净点 谁是狐狸 我们潘迪和真龙 可是领了结婚症的合法夫妻 潘迪 嘿 领这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姐跟真先生 前几年就在国外的正结婚了 遵先来后到 我们家小姐 才是真先生的合法妻子 哈 才是那个下贱的小三 哈 才是那个下贱的小三 狗嘴里吐不住向阳 你胡说八道 张龙是不会骗我们的 他明明说过 他已经离婚了 不信 今天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 看看清楚 这就是他俩的结婚证 哈哈 潘迪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原来你的老公早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 哈哈 我呸 沐千月 你还没死啊 我们潘迪的事轮不到你来管 做出这么下贱的事情来 还不让别人说了 哎 大家快来看看呀 这个女人天空之耻 供应人家老公 连她老婆都怀孕了 还找上门来耀武扬威 你这太不要脸了 你 我想潘小姐也是不知情的 要怪就怪真龙这个人太多情了 见一个爱一个 潘小姐 不是我要跟你抢 只是我现在怀孕了 我也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 你也是女人 应该能理解吧 潘迪 你不要相信她 我们去找真龙问清楚 小事 我们走 潘迪 呸 不要脸 潘迪 你千万别相信他们说的话 就算他们会撒谎 结婚证总不会撒谎吧 如果离了婚 结婚证是要被收走 你先别着急 你去找真龙问清楚 看看她怎么说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公 你说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老婆 你有话就直说吧 你这个样子 我害怕 是信任 我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骗我 尤其是 最亲近 最爱的人 老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住 糟了 难道潘迪对小鱼儿的事起了一心 只包不住火 您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皇妃 一时半会儿 我怕潘迪接受不了 再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没有 绝对没有 真的没有 绝对没有 好吧 老婆 你千万不要怪我 我一定会找个时机 好好跟你解释它 刚才那个人 是不是真龙啊 不是 你看错了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敢告诉我老婆我的身份 明天我就把整个南海一族给灭了 罗王 你竟然为了一个烦女这么对我 我们可是许过亲的 那只不过是我爷爷当年随口定下的 我可没答应 你不要一厢情愿 我的心里只有我的妻子 潘迪 你 潘迪又是潘迪 瞧 顾小姐是吧 尝尝我这里珍藏的巴尔尼拉菲 巴尔尼拉菲 听说很贵啊 听说你也恨潘迪这个小贱人是吧 何止 还把我害惨了 那你想不想好好报复他一下 想 潘迪 你取那么多钱干嘛 店里需要流动资金 另外 我想给小鱼儿祈福 听说用献金布施会比较灵验 对了 你问哲龙了吗 先不说这个了 那不是谷千玉吗 别打我 别打我 总裁 总裁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胡说了 他又招惹了什么人 你连仙护集团总裁的好朋友 真龙真先生都敢得寸 我看你是不想胡了 他就是仙护集团的总裁 真龙的那个朋友 我再也不敢了 总裁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在外面散步 真先生在国外还没离婚的事 我就让你再也没有机会说话 我明白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要记住 在这里只有一个真夫人 那就是潘迪 你要是再戳言不逊 我不会请你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总裁 原来真龙真的没有离婚啊 总裁 你是 潘迪 潘迪我错了 你救救我 潘迪 活该 你是 潘迪 弟妹啊 总裁 我有些话想问你 能不能喝您喝杯咖啡 所以 真龙他真的没有离婚 相信哥的话 真龙和这个女人没有感情 他只是离婚手续比较繁琐 但他一定会离婚的 那个孩子呢 既然他们没有感情 又怎么会怀孕 怀孕的是 老哥就不知道了 更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总之 你相信真龙 他对你是真心的 来 老婆 吃饭了 正龙 我们离婚吗 什么 老婆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敢 你是不是和南宫龙一在国外结过婚 南宫龙一 我 我是结过婚 可是我已经离婚了呀 而且你也是知道的 你的好朋友龙总说你们还没离婚 还在办手续 � 龙总 哪一个龙总 鲜湖集团的总裁龙总 你的好兄弟啊 龙总 哪一个龙总 鲜湖集团的总裁龙总 你的好兄弟啊 我 他应该是还不知道 所以误会了 你真的 没有骗我 我发誓我真没骗你 好 就算这件事我相信你 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瞒住我 真没有 我说过 我最恨夫妻之间 不坦诚 我再问你一遍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老婆 为什么 为什么事到如今你还在骗我 你为什么还在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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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文件是假的 这些文件是伪造的 好 就算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但你的好朋友龙总也是伪造的吗 他 这份伪造的文件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好朋友的公文包里呢 我们离婚 我们离婚吧 我不希望南宫小姐的孩子因为我将来没有爸爸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愿意嫁给我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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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是那个下贱的小三 只是我现在怀孕了 你也是女人 应该能理解吧 我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绝对没有 任郎 你为什么要骗我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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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现在这个误会 好像越来越说不清了 我们怎么办啊 别担心小月 爸爸会想办法 跟妈妈解释清楚的 我会想办法 祈求妈妈原谅的 真的会原谅我们吗 妈妈妈妈 老婆 你醒了 你走吧 老婆 我不走 你不走是吧 我走 妈妈 我 我不要妈妈走 小月 你是要跟妈妈走 还是要跟你爸爸走 爸爸 你走吧 如果我跟妈妈走的话 我们俩就得睡大街了 我还是个孩子 你就忍心让我睡大街吗 行 我走了 要不我明天在 爸爸 你快走吧 妈妈 你会原谅爸爸吗 谢将 立即给我调查清楚 那个冒牌的龙总到底是谁 什么 潘迪 你打算把饭店拍卖了 然后把拍卖得到的钱 全部全给孤儿院啊 其实 我待在这里 总会想起和真龙的过往 我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我从小没有妈妈 孤儿院里的孩子很可怜 我想尽量帮帮他们 你这个决定也太突然了吧 更何况你身边还有小元呢 小元现在还小 对我有依虑 我打算等他长大了 再让他回到他爸爸身边 潘迪 可是我舍不得你啊 傻瓜 就算我走了 你也可以经常来看我呀 潘迪 太荣幸认识你们 王总 有机会 我们再谈合作 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一起走 这个潘迪吗 你是 这不是潘迪吗 你是 我是你的高中同学莉莉啊 我记得你读书的时候 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 还在这个小地图穷贵啊 哈 莉莉啊 你整得 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高中没毕业 就说念不下去 跑到外面打工去了 说读得再好 有什么用啊 不如啊 嫁得好 喂 这是谁啊 我们现在要拍卖的是 东山的一家养猪场 大家请出价 两百万 只会现在出价两百万 有比他更高的吗 两百万一次 两百万两次 两百万三次 成交 什么意思啊 下面我们要拍卖的是 仙湖大饭店 有信我们的饭店老板 安迪 上台出两句 怎么是他的呀 仙湖大饭店是我的心血 生意一直很好 这次我是着急出手 所以价格很优惠 如果有感兴趣的老板 欢迎出价 呦 原来这个破饭店 是你的呀 呦 你以为你真是来拍卖的呢 原来是来变卖资产的呀 我的饭店不破 如果您不感兴趣 大可以不出价 破就是破 还不让人说了 我好心提醒各位几句 这个饭店 我前两天和我老公去考察过了 设施陈旧 宾客西上 就连员工也是懒懒散散 说什么生意很好 那都是骗人的 根本不值得各位 花大价钱去投资 你是凤佣精 喝多脑子喝抽了吧 你 派门师 我们开始吧 好 现在我们开始拍卖 比价一百万 这事是 你说怎么没人交价 发给拍卖会上也忒掉价 这也哪有拍卖 出风了吧 如果没人出价的话 就只能留派了 等一等 如果没人出价的话 就只能留派了 等一等 谁啊 你认识了 你谁啊 你又谁 小小子 听好的 我 你是金山集团的金马仓 据我所知 好长一年 能收两个亿啊 真的 哦 没听过 我出价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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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这个店铺我腰定了 我非要气死那个盘体 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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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说 五千万 这都抽到五千万了 臭小子 你知道五千万是多少吗 啊 阿忠脸充胖子 怎么 跟不及 我跟不及 一 一 哇 你饭店 折这么多钱吗 两个亿 哇 两亿了 两亿了 臭小子 你惹谁都行 你惹我们金山集团 你惹错人了 我告诉你 哈喽 给我叫五十个兄弟 我要打一条狗 现在 马上 我叫五十个兄弟 我要打一条狗 现在 马上 等着 我命令 立刻收购金山集团 然后把那个叫什么金满仓的给我赶出去 全行业封杀 你上哪 还在臭小子 一个电话就想收购我们金山集团 口气比脚气还大 待会儿 我要让你跪着 叫我爷爷 哎 李董 什么 老公 你怎么了 电话里是仙福集团 把我们金山集团收购了 收购了 我还没进出了董事会 仙福集团 你究竟是谁 我就是仙福集团总裁 真龙 啊 他就是仙福集团总裁 龙头 我看到 我不相信 怎么 要不要我再一通电话 让你那点破资产一秒钟之内清零啊 老总 是我高人也看人定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 我 我现在就滚 现在就滚 你怎么跑了 等等我 不计什么赶紧的 他是相互集团的总裁 那那天的人是谁啊 各位 我买下这间饭店 是为了要送给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 她在不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 给了我所有的真心和爱 一心一意地想要嫁给我 对我的孩子视若几处 只要是我老婆想要的 无论是什么 都会给她 这位 就是我的老婆 潘迪 哇 她就是老夫人啊 怎么可能是老夫人啊 不是老夫人 原来是她呀 真是有眼不知老夫人 真看不出来 老婆 你愿意原谅我 好一个龙总 你又骗我 老婆 老婆 我们已经离婚了 老婆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老婆 你没想过 如果我是总裁的话 那你遇见的那个总裁又是谁 老婆 你没有想过 如果我是总裁的话 那你遇见的那个总裁又是谁 谢将 总裁 老婆 就是这个人假扮我的 你到底是谁 夫人饶命啊 是南国家的小姐 给钱让我伪装的 你看到的那个文件也是假的 是我伪造的 老板 按您吩咐 都说了 好 等潘迪看到那样东西 我看他还不离婚 所以 他根本就没怀孕 他没怀孕 都是骗你的 老婆 这回你总信我了吧 我跟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而且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碰过他 那你也不敢隐瞒你总裁的身份 怎么 你是怕我图你的钱 老婆 对不起我错了 我 我这不是怕你离开我吗 怕你嫌弃我是总裁 怕你嫌弃我太有钱 配不上你 老婆 我以后不会了 我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想一个人见你 老婆 老婆 我是不会放弃的 南宫小姐 说好给我的一千万 你怎么说话不算坏呀 南宫小姐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既然是没用的东西 那就让它消失吧 既然是没用的东西 那让它消失吧 明白 南宫小姐 南宫小姐 这钱我不要了 南宫小姐 南宫小姐 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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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上 你干什么 阿忠 原来圣体是在往湖里倒污水 不是我阵长 我是被逼的 逼的 谁逼的 不能说 长 听说你找到了排污水的人 是啊 但是他就是不肯交代木虎黑手啊 我这里有一份文件 可以帮你找到木虎黑手 你们是谁 你是不是南宫集团总裁的妹妹 南宫荣毅 就是本小姐 你们想干嘛 我问你 镇上的化工厂 是不是南宫集团下属企业 你是那家化工厂的负责人 是又怎样 阿忠被饭店开除之后 是不是在你的工厂上班 我好心收留他 有错吗 我这里有份报告 证明 最近镇上 湖水的水污染事件 使你们南宫集团化工厂 违规排放 你们这是诬陷 我堂堂仙湖集团搜集到的证据 还会诬陷你不成 我堂堂仙湖集团搜集到的证据 还会诬陷你不成 震龙 你 龙毅 我几次三番饶了你 你却屡教不敢 蛇蝎心承 我已经吩咐了你 这次回去 他会把你关入南海水牢 永世不得了 你却好好反省 把他给我带下去 送到派书所去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谢总管老师错了 老师知道错了 谢总管 你这个老不休 真是坏事作绝 龙王有力 挖去榆林打入东海水牢 无事不得潮生 妈妈 嗯 我们真的要离开这儿吗 小鱼儿你放心 如果你不想走的话 妈妈 我要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 可是小鱼儿也想爸爸呀 妈妈 你别不高兴 是小鱼儿不对 小鱼儿不想爸爸了 傻孩子 妈妈 小鱼累了 小鱼先去洗澡了 嗯 去吧 嗯 怎么洗了这么久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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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 小鲸鱼 你的伤已经好了 我要放你回去了 快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原来当初我救的锦里 是小鱼儿 小少爷 为了报恩 到处找你 那次您入水 也是小少爷救的你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被帆船的围杆打中 弄入水中 差点被淹死 你留之间 好像确实感觉到 有一条锦里在围着我转 所以 他 真的是锦里 那真老爷 不是人 不是 那既然他是锦里 怎么样死了呢 夫人 我不敢说 这些 还是请总裁告诉您吧 小鱼 夫人 小少爷 我奉总裁的命令 过来看望一下小少爷 可没想到 小江 你老实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元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总裁不让说的 夫人 我必须告诉您真相 其实 小少爷 他根本就不是人 什么 不是人 小少爷 是龙宫里的警力 而总裁 是龙王 邪将 你 你开什么玩笑 夫人 您听我说 其实 小少爷 活不长了 什么 为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夫人 您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 湖里有一次 非常严重的水污染 水污染 我记得 然后呢 那次 小少爷正在湖里游玩 可因为这湖水污染 导致他变了原型 经理 也因为水污染 当时湖里有一条大黑鱼 他生气凶暴 攻击了小少爷 黑鱼 经理 五年前 谢江都告诉你了 我都知道 你不是人 没想到五年前救了小鱼儿的 是你 难怪他一看到你 就非让你当他的妈妈 这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鱼儿为什么活不长了 你救了小鱼儿之后 小鱼儿为了包恩 一直在找你 你落水的那一天 情况非常的危急 如果不马上救你 你马上就会死去 小鱼儿为了你 吐出他自己的龙珠 浇到你的身体里 才保住了你的性命 可是这样 小鱼儿也活不久 你的意思是 小鱼儿的龙珠 在我的身体里 小鱼儿 妈妈 小鱼儿 小鱼儿 你醒了 我 一点都不后悔救妈妈 我 一直都想要一个妈妈 傻孩子 可是 没有龙珠的话 你会死的呀 妈妈没有龙珠 也会死的呀 我宁愿我死 也不要让妈妈死 你答应我 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一定要原谅爸爸 这样 小鱼儿死了 才没有遗憾 小鱼儿 你答应我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死了也不会瞑目的 我 好好好 妈妈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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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事到如今 你还不肯原谅我 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我早点知道 对不起老婆 是我不对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救小鱼儿的 我不听你走 我 It's all summer alone without you Do you think I can resist It's all summer alone without you In life, in life, in life You are in my dream Where I can't be me Where I do not fall with no care I'm not the way to deceive yourself I will not fall with you In life, in life, I will not fall with you I will not fall with you I will not fall with you 吐出他自己的龙珠 浇到你的身体 才保住了你的性命 可是啊 小鱼儿也活不了多久了 等我死后 请你把龙珠取出 救活小鱼儿 那也不枉我们一家三口 走过这一路 谢谢你们给了我 那么多爱与包容 我心足矣 妈妈妈 妈妈妈 小鱼儿 小鱼儿你没事了 妈妈 我没事了 我好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没了龙珠就要 我已经想到 白头偕老的方法了 你把你的龙珠给了小鱼儿 你把你的龙珠给了小鱼儿 嗯 那 你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不是没了龙珠也要 老婆 你还是关心我的 对不对 我才没有呢 可是 你的信上不是这样写的呀 你 老婆 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我其实 早就原谅你了 可是你没有龙珠怎么办呀 我不想失去你 傻瓜 我没有龙珠 又不会马上死 我只是会变成一个凡人 我的法力比小鱼儿强 大概我还能活个 八九十年吧 啊 而且 我还会老哦 会变成一个老头子 会驼背 会掉牙齿 会说 老太阔 今天晚上吃什么 可是 你明明可以长生不老的 现在因为我 只能活八九十年 我觉得 可以和最爱的人 陪伴一生 相伴到死 是我能想到的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陪你一辈子 长生不死 对我来说 有什么意思呢 妈妈 你放心吧 到时候我就是龙王了 我不会让你们死的 各位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宣布 五年前 因为一场水污染事件 让我有幸和我的妻子 潘迪结缘 因祸得福 成就了我们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这里是我的家园 环境优美 衣衫傍水 我绝对不允许类似的事情 再发生一次 我在这边 仅代表仙湖集团 拿出二十个亿 来保护这边的水环境 让我们一起 来建设这个优美 洁净的 美好家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正的爱情 不在乎你有多么富有 多么精致 而在乎你有多善良 多爱我 谢谢你 真 我从小没有妈妈 没有人和我 没有人爱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 被爱的感觉 也是你教会了我 如何去爱一个人 很高兴遇见你 余生 请多吃觉 我没死 我记得我明明落水了呀 我好像 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这些环境 所以在乎我们一起 都变成了你的 我发现了一个好长的梦 都变成了 我的您的妈妈 是谁 跟他学习 感谢观看